我们来比一比 看他心中真正爱的人是什么 好 怎么了 谁先拿到他家的钥匙 另一方就退出 认识 你的小米粥 昨天都还处于高潮了 你把过来 把东西拿走 你怕他你做的还抱着他水 你才有个妙 都会在家 你等下回来的时候 我开门给你 那你是不是就把你开门 我是不会给你的 你们永远不要在家 你该不会要和我分手吧 你不是说今天 绝对 不可以见面的吗 我改主意了 我是说 明天绝对不要见面 那我们两个就 今天就不要地相互刷手段 公平之内 好 昨天跟今天的约会 你跟选择哪个 刚刚小杨姐撩一条熟练 好像是锦小姐落下的 你看看 所有的遗憾 都随后飘散 每分每秒 你是怎么搞的 我要去陪她 愿到再次相见 李 别帮我恨心 任何人都不能伤害之下 能怕输我自己 喂 老孟 现在有空吗 我们见一面 桌球 没错 你的任务呢 就是把他们都擦干净 我好歹也是酒店老板 豪门千金 你让我当文员 当司机就算了 你现在还让我当保洁 我不干 合同第十二条 以方需要无条件付送钱 这算哪门子合同啊 分明就是卖生气 大不了你高我索赔 我不差钱 我知道你不差钱 但是到时候上了法庭之后 爱吃酒店 以假冒家去欺骗消费者的事情 那就藏不住了 有你这么欺负人的吗 讲点道德好不好 道德 道德只是弱者 用来束缚强者的工具 你 擦不擦 是不是我擦完就可以走了 你那还没擦呢 擦了再说 我擦 我擦就是了 副总 会议时间到了 慢慢擦 加油 副总 你让我找的限量满包 已经买到了 是要送给哪位客户呢 没必要 没必要 丢了吧 还有 阿淑已经开始收回爱吃的补贝了 我们要开始行动 今天下午你就召集爱泽所有的股东 我们开会 我马上去办 保险房拿了 也丢了 没想到副总的一座 这么快就开始行动 姐 你收到这份邮件没有 新来的老板什么来头啊 怎么还要开我们大会呢 你们都认识他 就是傅泽一 傅泽一 从他向我们要索赔开始 一切都是他的阴谋 为的就是得到爱泽酒店的经营权 拆了酒店 不行 爱泽酒店是你爸爸的心血 也是我的心血 那你跟傅泽一 那一切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我们现在要阻止傅泽一拆了酒店 擦 我爸我妈 都没有将士换过我干活 那叶雨昕都不知道哪惹到他了 分明就是故意在整我 要不是为了爱泽酒店 我就和叶雨昕那家伙翻脸了 就是 我也觉得那叶雨昕像在整你 对了 你看 他刚还发了嘲讽你的微博呢 居然没有给我P图 你从前在这儿啊 还说我是宝洁阿姨 评论别看了 新猜 你看 评论都在夸我们酒店 西西子住的酒店景色很好的样子 上和哥哥打卡同一家酒店 去前方湛姐回报 这是爱泽酒店有组队去的吗 什么东西啊 我突然想到一个 可以反击叶雨昕 又可以提高业绩上负责于闭嘴的办法 什么 什么 爱泽酒店每个房间都标注着叶雨昕同款 多亏了你搞事啊 现在爱泽酒店的房间 供不应求啊 我们来比一比 看她心中真正爱的人是什么 好 怎么了 谁先拿到她家的钥匙 另一方就退出 忍住了 你的小米粥 昨天都还处于高潮了 你把过来 把动物拿走 你怕到你坐了还抱着她睡 你现在有个妙子 我都以自己 你等下回来的时候我开门给你 那你是不是把你开门给你 我是不会给你的 明天我们不要在这儿 你该不会要和我分手吧 你不是说今天 绝对 不可以见面的吗 我改主意 我是说明天绝对不要见面 那我们两个去见个不要的相互刷手段 公平均说 好 昨天跟今天的约会 你该选哪个 刚刚小杨捡到一条熟练 好像是景小姐落下了 你看看 你怎么会 你怎么搞的 你是怎么搞的 我要去陪她 你 别把我恨心 任何人都不能上海之下 我不会到我身上海之下 喂 老猫 现在有空吗 我们见一面 昨夜 你是不是还在生我气 我现在没空生你气 我对你的情话说难边 我则已一定有事满场 你 一天不希望 你怎么过来 那个 我今天不太方便 哎呀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可是天到这么晚了 是不是你想要的花点 我不装可恋 或许这是我心甘情愿 不如 我们做点两个人做的事情吧 我不用你挂念 我只要你看见 э的 对不起 我觉得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